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5号星期四 我们的直播开始 以前毛泽东在专门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以前是三娘叫子 今后是子叫三娘 很多人没听懂 等到这个大革命真的到来的时候 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 什么叫子叫三娘 从昨天我给大家说的这个马连良的弟子李穆良 敢于公开跟老师叫板 敢于造这个老师的反 以至于逼迫马连良不得不说那么狠的话 因为这些来自于所谓旧社会的这些艺人 多少还是讲一点情面的 昨天我们不是讲这马连良念旧的这个往事吗 轻易不放狠话 就说做人啊 留一线哎 日后好相见 这是他们信奉的一个主要的教条 但是对不起 这李穆良蹬鼻子上脸 太难受了 让这马连良实在是忍不了了 所以老头子发飙了 可是老头子一发飙 正好让人抓个正着 因为人家巴不得马连良发飙 只要你一发飙 你说的话 到处都可以上纲上线 果然这个北京京剧团 立刻召开现场会 批斗马连良 这是在这个文革前啊 这个京剧团里边的一些重要的角色 纷纷亮相 不亮相不行啊 这都是表现的好机会啊 首先就抓住马连良的一句话 你说李穆良 谁给他撑腰 那你马连良这个火力 是不是已经对准了党组织啊 因为李穆良入党了 谁给李穆良撑腰 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当然是党和人民了 而你马连良 不过是旧社会的一个唱戏的 你怎么敢把矛头指向党和人民呢 这是一条 还有一条 大家质问这马连良 你有没有学过社会发展史 你懂不懂什么叫主奴关系 什么叫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这马连良更是懵了 人家就明确告诉他 马连良了 你还把李穆良当成你的奴隶呢 啊 还想以止气使的 让李穆良干这个干那个 不一样了 新社会 新中国了 李穆良也可以当家做主了 啊 不需要站着跟你回话了 当年的那些烂规矩 从现在开始都得废除 那么在这个炉荡火种 以及日后这个沙家帮里边演这个阿庆嫂的赵燕霞 哎 今天还活着呢 老太太 95岁了 这老太太当初说的话 也是非常的狠 啊 赵燕霞 现场啊 就质问马连良 他说你 对现代戏 你没感情 啊 别人这个对台词 搞动作的时候 你在旁边说话 排这个杜鹃山的时候 你还说什么 这样一闹 死也甘心 什么叫这样一闹 死也甘心 问一问马连良 你的居心何在啊 你看 这个赵燕霞不光会唱戏啊 同时还会诛心啊 就直接往马连良的心窝子上戳 这下子 马连良 彻底慌了啊 因为他知道 自己惹祸了 惹上一场不大不小的祸了 那么批判马连良进入到高潮阶段的时候 北京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 李奇 就是当时北京市委 专门派出来啊 编排这些现代戏的 副总导演啊 总导演是彭真啊 副总导演 就是这位李奇 李部长 他出来讲话了 李奇当初的这个讲话呀 讲的很有意思 这个炎黄春秋 2010年第11期 陈图首写了一篇文章 炉荡火种的幕后风云 这里边对李奇的讲话 披露了一部分 李奇的话 说的是高屋见领啊 李奇说 我们对京剧老艺人的使用 有一种赎买之意 什么叫赎买之意啊 就是我们花钱 把它养起来 啊 对他们能改造到什么程度 不能与一般演员要求一样 你看 人家还很宽容啊 但是李奇同时强调 这里有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 是党领导他马连梁 还是他马连梁领导党 这个话说的已经非常狠了 马连梁就是吃了豹子胆 他也不敢领导党呢 但是对不起 我就这么说了 你还能怎么着啊 不过李奇啊 还算是讲政策 为什么呢 他毕竟是彭真的手下 这里边涉及到彭真啊 对这个马连梁的态度 实际上彭真在1955年的时候 就曾经公开表态 他对马连梁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彭真的讲话 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彭真说 马连梁既不是党员 也不是团员 60多岁了 大概也不会是少先队员了 你们每天就跟马连梁较劲 你们到底有什么劲呢 马连梁演出啊 一场戏900多块钱人民币 一场戏1000多块钱人民币 你们看着眼红 可是你们去问问观众 观众就爱看他马连梁演的戏 观众就爱掏这个钱 你能怎么办 只要娱乐就有利了 不要揪住人家马连梁的这点工资不放 马连梁的思想 最好是共产主义 但如果不是也不重要 只要他演戏 只要他卖座 大家喜欢看 看了能解闷就行了 这是彭真给马连梁的定义 你看 这个在延安整风时期啊 大刀阔斧整人的彭真 他对马连梁这么一个来自于旧社会的艺人 还能有这么一个定位 这已经属于凤毛麟角了 所以这个世卫宣传部部长李奇 在给马连梁定位的时候 他就说了 不要要求把他改造成共产主义者 这是不可能的 只要他好好演戏就足够了 可是李奇的话音未落啊 赵燕霞老太太啊 就还活着的这个赵燕霞 他忍不住了啊 直接就说了 这个自己的工资太多了 跟社会主义不协调 哎 要求呢 把这钱往下捡 这个话 其实 矛头所指 那就更明显了 因为赵燕霞上一台戏 挣多少钱 人马连梁上一台戏 挣多少钱呢 啊 就像伟大领袖说的 名曰恕我不知恕何人呢 对吧 名义上是自己要求降薪 其实要降谁的薪 大家心里非常清楚 可是大家后来看的更清楚 像彭真 像李奇这样的人 必须要打倒 因为你居然不跟马连梁较劲 这怎么能行呢 对吧 李奇当时讲话的时候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两年以后 两个整年以后 公元1966年7月上旬 他是选择了一种最悲愤的方式 离开了他的亲人 他选择的方式跟邓拓 跟田家英 是一样的 李奇临走前 跟他的夫人李力 说了一句话 他说最后悔的一件事 是让大女儿 学了政治 北京大学政治 学国际政治 后悔啊 早知道 就让他去学 师范 毕了业就当个中学语文老师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他的妻子来了一句话 他说当中学语文老师 那语文里边就没有政治了吗 这李奇 说不出来了 李奇在最后的关头 叮嘱自己的爱人 告诉李丽 千万不要有任何委屈的情绪 我们有错误 应该被批判 我们即使没有错误 也应该被批判 看见了 多乖啊 非常的乖 李奇的这番话 虽然没有救了李奇自己的这条命 但是他却救了他孩子的命 李奇的大女儿啊 就刚才咱们说后悔 学这个国际政治的 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现在啊 老太太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是却享受国家的政厅级 政治待遇 也算是熬出头了 李奇的大女儿非常有名啊 在中国党史界 那是赫赫有名的一位研究者 这个了解党史的朋友 都知道李奇的大女儿姓慎名谁啊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啊 这场颠倒是非 甚至颠覆人伦的大革命 他是以革文化命为题目的 那么他究竟他是要干什么 他只是要整垮啊 马连良吗 整垮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些艺人吗 不是的 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头 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个一场掩护 当时马连良被整了以后 京剧团的另外一位顶梁柱 张军秋先生也坐不住了 张军秋非常激动 他说要革命化 不演现代戏不行了 请让我参加革命吧 张军秋多多少少闻出点味来 觉得马连良 这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呢 赶紧要求参加革命 然而就在下一年 就是公元1965年 奉中央首长的命令 马连良 张军秋 调离北京市京剧团 请让我参加革命 但是不允许你参加 为什么呢 李承鹏先生曾经有一篇杂文 其中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谁愿意带一条老狗去打猎呢 对了 马连良 张军秋之流 必须退出历史舞台 所谓扛旗 自有后来人 这后来人是谁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重点人物 就说谁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接班人 就像我爱我家里边 那个丈母娘 韩颖主演的 来了那么一句台词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谁呀 自己家的孩子 因为只有自己家的孩子 最放心 所以文化大革命 表面上看轰轰烈烈 其实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掩护 掩护自己人登场 掩护自己家的子弟 接班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 公元1967年1月31号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在锣鼓喧天当中宣布成立 当时公布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这个省革命委员会 其实啊 就是囊括了今天的省委省政府 因为那个时候省委已经被放倒了 哎 就是说一身兼二职 所以这个革委会的权力 那是空前之大 而这个革委会的长长的名单里边 罗列了29个人 担任这个新生政权的主力 就说29名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大家就看呢 看看有没有自己认识熟悉的 在这个29名 省革委常委 最后的这个人是谁呢 是25周岁的毛远新 因为毛泽东强调 这个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是要囊括 老干部 革命派 新生力量 三合一 也是一种三中全会型 而这些这个28名的省革委常委 要么是老干部 要么是曾经的革命派 要么是工农兵出身的 只有毛远新一个人 他的成分是学生 他当时真的没有任何社会职务 只是一个刚刚从 阿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毕业的一个学生 大家想想25岁啊 别说当年了 就是在今天万马奔腾的时代 很多这个富豪 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对吧 可是25岁 你要是走官场的话 不管你爸是谁 你想当到省委常委 好像不太现实 估计也不太可能 但在当年 他居然就实现了 那么你看毛远新 25岁 当上这个省委常委 你一感到惊叹 还有一个让你更惊叹的人 那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23周岁 掌握空军的实权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兼空军策战部副部长 一切听林副部长指挥 一切通过林副部长 这是当时空军党委 做出的决议 无法宪这些人 都是点了头的 所以日后 把林立果称之为 空军的太上皇 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确实林立果在空军里面 那是飞扬拔骨 连无法宪 对他都无可奈何 为什么 他有个好爹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好爹 甚至一个更厉害的爹的人 这个人就是毛衍心的 唐姐 李诺 李诺呢 他是1959年 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但是中间他是修学 修了一年 北大的历史系 当时是五年制 所以啊 这个李诺呢 在北京大学 这个学习生涯 比别人多了一年 就是六年 那么1966年 李诺终于毕业了 走上了工作岗位 分配到解放军报 担任一名普通的编辑 这个时候的李诺啊 非常的谦虚 看见谁都叫叔叔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戴着眼镜啊 扎着两条辫子的 小姑娘 在第二年 就是1967年的时候 一跃成为解放军报的当家人 总编辑 解放军报是正军职单位啊 我以前给大家看过那本回忆录 李一鸣的回忆录 李一鸣拼死拼活 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党和人民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才熬上解放军报总编辑的位置 而李那呢 人家不过是刚刚从大学校门走进 这个解放军报社 哎 结果呢 一下子就成为 解放军报的总编辑 很正常 知道吗 在当年都很正常 这样看下来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这场大革命 啊 用工农兵作为掩护 啊 这些斗大个字 不认识一箩筐的 什么陈永贵之流 都一个个的披麻带笑 坐上了主席台 问题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 如果不给你们抬到一定的位置上 自己家的孩子 怎么能名正言顺的登堂入室呢 所以你们 不过是那个年代的白手套 那个年代的啊 外衣而已 那么日后 大家看到了啊 拨乱反正了 改革开放了 提出了革命干部年轻化 而这个年轻化 究竟对谁最有利 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么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 才有这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啊 更不要灰心丧气 因为当年的中国 也就是今天的世界 现在放眼全世界啊 有一些国家 已经是在认真的学习 当年中国搞的这一套成功的革命经验了 也是把一些年轻人放出去 忽忽悠悠的 通过正常的渠道 人家就上来了 对吧 上来以后呢 人家还就不走了 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这个位置太好了 可以一直坐下去 似乎呢 也没啥毛病 老百姓都闷头过自己的幸福日子了 大家也不在乎 所以你看啊 中国的昨天 就是世界的今天 这个例子看过来以后 你怎么能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呢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其实你是应该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哎 好了 咱们今天的话题呢 就说到这里啊 感谢朋友们上来 点赞收看和收听啊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温向会员频道 因为今天的会员节目要讲一个重点啊 权贵和富豪 马上就要来了 明天就正式登陆了啊 这个咱们国家呢 也是准备了革命的两手啊 来对付这些反革命的两手 那究竟准备了哪些革命的两手 一会儿咱们会员节目上重点聊一聊啊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你加入啊 再见 咱们快点赞